今天我們會繼續跟Jayden聊天 而我身邊就是他學校的其中一位導師 Piaf 大家好,我是Piaf 不如介紹一下自己 好,我是Honey On Drama Academy 其中一位老師 我身邊的是Jayden 我跟Jayden是怎樣認識的 其實是ViuTV 因為我們都是拍攝擊戰 我是第一季擊戰的參賽者 他是第二季 我們中間有個橋樑 那個就是Fing Fing 因為Fing Fing我們認識了 然後就介紹我來Jayden一起玩 一起去延續打鼓的熱情給下一代 Piaf,你本身學打鼓學了多久 我從小學五年級學打鼓到現在 大概10年左右 10年…11、12年 是否一打鼓已經很喜歡 其實打鼓是我最後學的樂器 因為我小時候會懷疑我媽媽 讓我學吧… 但我小時候沒有那麼多教室 沒有那麼多地方學,沒有那麼多資源 所以最後我媽媽推我去學其他樂器 推我去打非洲鼓 我就說不是非洲鼓,要跳舞 然後又推我去打中樂鼓 我又說不是你,要跳舞 到我五年級終於讓我學到 然後我就開始打鼓 我一拿起這拳,我就喜歡了 然後就打到現在 找到自己的最愛 對,找到自己的熱情 我覺得這樣很好 你現在在這裡教,是教了多久 我現在在這裡教 我教了大約半年左右 中間一定會有些很有趣的事發生 或者有些很特別的學生,你很難忘 我覺得中間有一個很有趣的經歷 就是在暑假的時候 我跟Jayden一起打鼓舞 即是我們會有一年五天 每天就過來幾個小時 可能在一個節奏會有幾個小朋友 我們就教同一群小朋友 由他們不懂得打一首歌 中間的過程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小朋友很有趣 他們會不斷整理我 還有Jayden 整理你? 就躲在門上,然後突然突然 我們就說不可以再玩門 但其實我心裡覺得挺棒的 其實他們跟我們有合作 就是好像… 大家聽到他們上課會覺得 坐在這裡,可能打拳不同 拿著對筆就拿著筆 拿著對筆,然後你打吧 然後小朋友就在這裡打 但其實我們這裡不是這樣 我們更加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他們又會玩 那兩位會怎樣形容自己 是一個甚麼類型的導師 甚麼風格的導師 現在先說吧 好,那我先說吧 我覺得我跟一般老師不同 因為我除了想他們學到東西 當然想他們學得好 而且學得越來越厲害 之外,其實我真的想他們吃飯 因為我覺得其實小朋友 現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忙 又要去補習 然後上學有長時間 有很多功課做 我覺得其實如果他每個星期 只看到我一小時 我希望他記得這小時是開心的 而且能學到東西 如果可以影響他,那就更加好 所以我不會很急他們說 一定要校級 但我希望他們來 是開心的 打他們喜歡打的歌曲 而且真的能學到東西 很好 那Jayden呢 我會形容自己是一個 比較活動的老師 因為雖然有些人會說 我學校長,你怎樣… 校長…因為我是創辦人 但其實如果你問我的學生 他們會說 不是,我跟Jayden上課很棒 因為可能上課後 突然之間我會想他們 懂得到甚麼是表演 例如說,我會跟他們一起討論 或者我會想他們認識甚麼是技巧 但他們可能會睡著 所以我會用一些遊戲 令他們明白 即使是技巧 也可以透過遊戲進步 從而我除了這兩方面 因為我經常會介紹 很多不同的音樂類型 很多不同的樂隊 學生會問究竟這是甚麼 然後我們會互相分享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比較平衡的人 有很多能力 所以上課的時候 我也是想我的學生感受到我的能力 即使有些學生會說 你今天已經教了八小時 為甚麼要做能力 然後我就說 其實為甚麼 這是一個選擇 我對早上9時的學生 和對晚上6時的學生 都是那種能力 是因為我想他們感受到 我除了想你開心 而是打鼓真的能給我一個能力 而我在教學的時候 也想他們感受到這個能力 他們走路也會有另一個 正確的改變 我想了解一下 其實學校除了單對單的課程 其實還有甚麼其他課程 或是有特別的工作室 可以告訴觀眾 聽說多一點 最近我們推出了一個短期的群組 學生可能從來沒有接觸過流行鼓 或者他們打過一些音樂底 但他們想探索打鼓 究竟是一個甚麼 就是一個短期的課程 五至六課 他們就可以體驗流行鼓究竟是甚麼 從而他們會學習基本功 數拍子、不同的樂隊 真的有一個享受 而且最後他們可以自己錄製一首遮瑕 你會想這些學生 可能只學了幾課 但他們會覺得有些不同 我們除了看著那份譜 其實你錄製一首遮瑕 其實學了很多東西 一來就是首歌要打甚麼 但打甚麼我們覺得是第一步 對,你如何去演繹這首歌 是很重要的 而有時我們不拍片 是不知道究竟學生是怎樣的 第三就是他們可以跟家人分享這件事 分享這喜悅 讓其他學生、其他朋友 知道究竟打鼓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其中一件事 就是這些短期的短期課程 我們在暑假和聖誕假的位置 我們會有一個一年五日的短期課程 其實是每天就來一個半小時 然後是一個群組課程 可能有五個 現在也是比較多小朋友 五個小朋友 我們會由零 從教掌鼓棍 到最後一天會打一首歌 他們中間會建立到甚麼 就會建立到技術 因為其實打歌 由不懂得掌鼓棍 打歌的中間的過程 我們每次都希望 小朋友可以拿東西走 這就是他們的很大的價錢 而且他們會獲得很好的友善 因為他們中間也會認識到新朋友 跟新朋友一起學習 每天回到家後又會練習 其實真的是一個營業的感覺 就是大家為了一件事去做 然後做好它 我對於日門流行股101的短期課程 我覺得很好 因為現在某程度上 可能有些人想試試 因為你不試就不知道 對,你不想編繫那麼久 可以,打鼓很帥 但有些人試試就不喜歡 我覺得這個短期課程 可以讓別人試,還可以錄製 而攝影機也可以讓小朋友 真的很專注那幾天做一件事 所以很好 我相信有一件事想加上 因為我最近很想學生了解 究竟打鼓是甚麼 配合樂隊是甚麼 近期推出了一件事 其實是免費的 我會帶學生去充滿歌詞 即是我們會去一間餐廳 那裡有些樂手玩不同的樂器 樂器是嗎 不是,你喜歡玩甚麼歌都可以 你跟我說你喜歡DJ、MC 甚至乎Green Day 美國音樂或你想泰文都可以 甚麼都可以 接著去到那裡,其實最重要是甚麼 就是他們上課學到很多不同的技巧 但他們去到那裡真的跟別人有交流 我明白原來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我不是真的看著泡泡 有時候可能打錯 但我們是做得好氣氛 或者我們保持穩定的速度 或者在這個位置 我平時自己練習會打一些很花的東西 打很多… 但我們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可能我不會加一些… 我們稱為為充滿的東西 不會加一些這麼密的東西 是要配合一首歌的 他們是因為透過這些實戰經驗 這些自由舞蹈的形式 令自己明白了 而是一個鼓手的角色是怎樣 而且他們透過這些 又是認識了很多朋友 你們很不填鴨色 教學的方法很外國 對… 很好… 我個人很想了解一下 兩位其實你們將來的打算計劃 是甚麼 Pia? 我將來的打算 我也很希望繼續教育 因為其實我很想用音樂去影響別人 而我覺得歌曲可以影響別人 也很好 亦是我很想做的事 但我覺得有甚麼比 你一對一對著一個人 一個小時,他每個月見你 可能五個星期,五個小時 那你就可以影響別人 很直接地影響別人 所以我很想繼續教育 尤其是教育小朋友 因為我覺得真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 現在小朋友讀書、音樂 有很多工作 我覺得距離一小時 跟他合分一小時 他可能真的會記住 音樂給他 或是想打鼓台 他記得的記憶 可能不是你打鼓的任何東西 但記得他會開心 我很想繼續把這份能力 把這份熱情繼續傳遞 很好 好 好 那Jaden呢 我有幾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是我創立這間打鼓學校的原意 令更多人接觸流行股 透過我們的一時一時二、一時二 同學學校的課程 入學校或自由工作室 任何事情都好 令更多人了解流行股 這是甚麼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我會繼續訓練一群很有心的導師 因為我覺得 我一個人只能影響這麼多人 但如果我可以把我的經驗 我學生多年得到的反應 跟我的團隊、導師分享 不會變成一個人的事 而變成這麼多人影響更多生命 而創業的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 我覺得你的公司越大 其實影響的人越多 所以我想繼續建立一個很強勁的團隊 很有心的團隊 令更多人真的認識和享受音樂 和打鼓這件事 最後其中一個歌曲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 我自己踏上了創業的路 因為當中我真的很艱苦 由一個全職 變成現在有自己的團隊 有自己的老師 有自己不同的工作人員 當中有很多辛酸的事 其實我很樂意跟他們分享 一個較遠的目標 其實我想幫一些有心創業 或者有心去辦音樂學校的人 去協助他們 如何建立自己的個人品牌 如何延伸自己的公司 以及如何把自己的理念宣傳出去 這件事未必是在這兩年內會做到 但是我長遠想做的事 令更多有心的老闆 正確地影響我們這個社會 很好,兩位說的話很吸引 我們現在先聊到這裡 我們又表演看吧 是的 坐下來 呼吸還珍重 我們現在會跟學校的 其中兩位學員聊聊天 我身邊就是Ian和Hannah 你好,跟鏡頭聲,你好 你好 我們今天想了解一下 你們學了打鼓多久 以及為何會選擇這個學校 首先問一大問題 你們兩位學習打鼓多久 兩年半… 為何會想學習打鼓 因為我在社交平台看到 人們打鼓很厲害 然後我跟媽媽說想學習打鼓 她就叫我來Jayden這裡試課 好,Ian呢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Hannah打鼓 音樂時看到她打得很厲害 我便想跟著她 然後她就介紹我來這裡 她就說Jayden很友善 她完全不罵人 然後學得很快,我便跟著她 你們本身是同學嗎 是 學打鼓的過程 有甚麼很難忘的東西嗎 最難忘的是由一開始 完全手腳不協調 然後完全連最簡單的B也打不到 然後完全掉下來 然後慢慢練習 她可能有時上學時會教我 然後我便開始進步 我試課和填一個月 即是在第一個月打鼓時 其實不敢說話 然後坐在鼓上30分鐘 也不敢打一個B出來 但其實我能打到 然後我要上課後回家 站在本部寫著我下一課 究竟可以多說一些話 然後Jayden就不斷鼓勵我 而且可以逐步教我 就可以自在一點 而且越打越享受 鏡頭後,Jayden剛才跟我分享 就是你們經常會分享音樂 你會分享音樂後 突然下一課學多了兩首歌 再回來跟她說 你已經學了表演給她看 是否平時都是這樣 對,經常都是這樣 因為如果我單學一首歌 我會覺得有時很悶 打一下就突然想嘗試打你的手 然後就會問Jayden的意見 如何打一下 然後有時就會一次過學很多歌 那你們…好了,學打鼓了 那你短期目標有否設定給自己 說會想做… 學到哪首歌,或者會想怎樣 我想考試 想考試 對 Ian呢 我的要求很低 我主要比她更高就得到 很有趣 我覺得這個會令大家進步很多 哪一首歌是學得最久、最難忘的 小心地畫 因為那裡有音樂破壞 你沒有人的聲音 就要自己在這裡數拍子 而且那裡的位置有點難數拍子 就練了很久 好 Ian呢 我應該是一開始打Dreamers的時候 因為Dreamers其實有很多技巧 也有很多行動的位置 然後要反應很快 然後你的雙手要練得很好 那個也挺難忘的 而且我覺得挺有成功感的打得 那你們倆就繼續努力吧 現在我們繼續跟Jayden聊天 想了解一下其實這幾年的創業之路 你有甚麼意外收穫 因為創業 就是我學會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我本身也不是設計師 我突然間要自己設計師 然後要自己設計師 突然間要收錢的東西 要想想怎樣做銷售 然後把文章寫出來 完全不懂的 全都自己做 意外收穫是由一個完全不想怎樣 畫面的人去做很多這些設計 但我覺得一個意外收穫 就是原來學生除了打鼓 有一個更深入的聯繫 因為我教授的時候 我認識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學生 有些是自己也創業的 有些是首席 他們會跟我分享 市場的經驗或社會文化 有些甚麼思維 我們有時下課後 也會繼續一起喝咖啡、吹水 然後我跟其他學生分享 他可能是醫生、律師 他可能是藝術 所以我開始了解了學生多了很多 用不同的觀念 了解原來打鼓背後的這群人 每個人都有故事 真的有深入的聯繫 是我創辦這間學校 也想做到的其中一件事 其實現在這樣問你 你會最想感謝哪些人 這幾年 其實我會想到 我真心很感謝學生 每一個和家長的支持 我也很感謝身邊的朋友 尤其是家人的體諒 我少了時間陪伴他們 但他們也很支持我 繼續因為我的理念 去延伸學校 去達到更多的學生 那你現在的學校 一定會繼續延伸 或有更多不同的發展 那暫時未來的計劃是打算怎樣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會舉辦學生節目 我剛才跟其他音樂學校合作 找一些相同年紀的學生 一起合唱 挺好的… 對,因為我覺得… 坦白說,學了這麼久 有些學生連組樂隊都沒試過 但一組樂隊,一來就好玩 二來就是學生進步得很快 因為你跟別人合作 你一定要準備好 所以下一個小項目 我們會舉辦 就是我們跟其他學校合作 去辦這些學生節目 期待著… 對 最後一件事 成立這間學校 有甚麼提示可以給觀眾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想做 真的要承諾,然後去做 因為沒有說 我的年紀太大、太遲 還是甚麼 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是怎樣 你想做,就去做 而且創業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冒險的精神 是 因為創業這條路 會有很多位置 不知道下一步究竟會怎樣 但正是因為這樣 我給你一個例子 可能是… 最近我想在學校舉辦工作室 我不知道學校會否認識我 你是誰 但我硬著頭皮 打很多個電話 發很多個電郵 找很多不同的人 就是嘗試能否推廣 打鼓這件事 當然當中我完全不知道 我這件事會否賺到錢 或者他們會否真的 讓我入學校介紹打鼓 但就算不知道,也要冒險 要嘗試 所以我也很感謝 還有那個建議 就是要有冒險的精神 想做,硬著頭皮去做 努力就行了 謝謝你的分享 我想說Jayden的想做就去做 其實不只是創業 其實做人也是這樣 是,好 謝謝Jayden的分享 希望舞蹈學校會越來越前程感受 發展越來越多學生 好,勝利桂妍,謝謝 想做就去做 你可以做的 Hokong Drama Academy